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18日 今天来谈谈韩正 原本今天想谈谈习近平到澳门的情话 但是看到网上谈的人太多了 如果我在谈的话,也很可能是从谱 所以今天就来谈谈另一个题目 关于韩正的秘书叫蒋卓庆 忽然间调动了 从江苏纪委书记的职务 结果回到上海了 担任人大的党组书记 我看到今天海外多维保发表一条消息 而且是独家新闻 就是披露这件事情 也做了一个简短的分析 但是我认为 他没有把全部的事情讲出来 本人大胆的猜测猜测 原因是什么 那么网络的消息呢 也就是在这个12月17号的时候 就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委 中心组 他就开始举办这个学习的会议 中共我们知道 几乎每天都在开会 干部非常忙了 这个会议饭存在 那么搞这次会议 就是有一个人 以新的身份亮相了 就是叫蒋卓庆 他这个职务叫什么呢 上海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我们知道中共这种体制 它是分党政两条线 各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党的书记 然后有这个人大常委会的主任 那么一般情况下 这个书记兼任着 兼职人大常委主任 只有几个重点城市例外了 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 像这个北京 这个上海 重庆这些地区 包括广东西藏新疆 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些地区 这个非常敏感 非常重要 有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有的是民族矛盾 这个贫乏的地区 还有的是改革开放 前沿阵地 像广东 所以说往往中共 北京这些中南海的领导人 感到不放心 担心地方势力做大 伟大不掉 将来拥兵自重 或者是搞地方保护主义 那么有可能 这个颠覆北京的政权 所以说 这个关于上海 搞一个党组书记 这个没什么奇怪 原先这个人大常委会的主任 这个叫姓殷 这么一个人 他已经是干了一段时间 那就说 这一次蒋卓庆 调回上海 担任这个职务 也没有什么奇怪 肯定是在上海 不会让上海市委书记 在接人大常委会主任 现在上海 是习近平的嫡系李强 即便是李强 习近平再信任他 他也不可能给了很多职务 这里也是使用人才 特别是助手 也得留一手 也并不是说完全相信 只要留一个底牌 而且有的可能 有可能地方工作 故意的繁重 如果你都击中到一个人身上 他未必能够就全部承担 可能承担起来也是力不从心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那么刚才讲到这位叫 姻一催 他是人大常委主任 现在就是变成了这个 蒋卓庆 问题是什么呢 蒋卓庆为什么在现在这时候 那么突然间调回来 我们知道在两会之前 干部调动都比较频繁 总共这个地盘很大 富裕辽阔 人口这么多 官职也很多 南北也差异很大 所以说官员往往跨省调动 也是一些好事 有利于打破地方主义 而且如果一个官员在地方待得太久 很容易造成这个 这个盘根错节 这个贪腐问题严重 裙带关系 这个也是风行 所以说 这个地盘大也是地盘大的好处 掉来掉去搞得野化缭乱 那么蒋卓庆 现在这个时候调过来 那么也伴随着目前 中共官场很多人的 这个职务的提升 因为我们知道 反腐盖运动不断地耍人 中共极权统治 不想改变制度 只想换不同的面孔 那么一边这个提表 抓过之后 空出了位置 去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 问题是像蒋卓庆 并非习近平其他团队的核心成员 那么为什么会把它调动呢 本人认为 恐怕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有可能 这个上海 我们知道非常排外 李强这个到上海接班的时候 过去我曾经讲到 地方反弹非常厉害 因为上海过去是 中共这个最高领导人 这么一个大本营 这个像从江泽民 朱镕基 这个吴邦国 这些高官等等 很多都来自于上海 说上海 所以这个地方 势力最了得 一般来讲 像敲开的大本比较难 所以李强去了之后 这个在接班那一天的时候 这个发生的事情 就非常耐力学的 也就是韩正 也没搞什么交班仪式了 忽然间就叫到北京 谈话 然后就留下来 给了一个这个副总理 名声案件 为什么不让他返回去 和这个李强两个 这个安部就班的交接一下 派一个总组 领导这边讲讲话 这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房子他忽然离开 这个在走之前 如果有精神准备的话 会做一些中共极权统治者 不太喜欢的事情 那么也有可能 对自己过去在上海 这个经济 政治领域的贪腐问题 做一些安排 销毁和转移证据 这都有可能 所以说先把他留在北京 把他困住锁住 然后那边就李强就上了 就上阵了 结果即便是这样 地方冷然就是不买账 所以没有办法 就组织一般人 就领导班子 从南海的核心层 集大常委 清朝出动 表面讲的这个故事 是什么 到一大会制去宣誓 不忘出席 牢记死人 实际上就是为了 给李强站台 而且19届四中全会 召会之后 第一站 习近平又返回了上海 去看李强 表扬李强 我估计可能是 在四中全会上 任命陈明尔等人 遭到了挫败 所以说只好改变人 用人的意图 把一号变成二号 二号变成一号 那就李强又成为 另一个目标了 不过平心而论 在习近平所作用的 这些兄弟朋友当中 也就李强算是 挫子里霸高跟 干得到目前为止 还算比较好 没炒什么大货 而且 在上海比较稳健 这个整个来看 虽然上海有很多 一些材料 一些报道 反映 他的工作当中的问题 但是总体上 要比蔡奇好得多 蔡奇在北京 那是搞的是天翻地覆 乱七八糟 特别是最近 这个还提升的 重用了这个 这个大兴趣 这个火灾的肇事 这个把它提升 历见这个人 到了这个广东去认知 我在另一个节目 当中讲到了 那可见这个 这个蔡奇的指振能力 实在是太差了 那么李强也算不错 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那从门显示 说不定是因为 这个地方势力啊 就非常的牢靠 你很难去 就是说选择一个 能够就是说 这个了解地方情况 又受到这个上海人欢迎 又能把上海工作 做好这么一个人 来主持这个人大 这个领域这个工作 所以说想来想去 还是要找一个老上海 那么老上海 就可能就是看好了 这个蒋卓庆 那么根据网络的消息 这个蒋卓庆 他生于1959年 是浙江的慈禧人 说早年就在上海任职 这个人是老上海了 在上海干了三十多年 老油条了 那么1982年 进入了财政系统 那么刚开始当办事员 后来在这个财政局 工作了二十年 也就是个人对财经啊 这方面看来还是挺了解的 那么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能够就是说 这个顺从啊 和这个游刃有余的 在这个很多的 很复杂的这领导 关系之间啊 这个摆来摆去的 能够摆平自己 你看他的老领导有江泽民 朱镕基 吴邦国 黄菊 陈良宇 这些人都有思想性质不同了 而且有的人帮外色彩比较浓 而且有的人互相对立 特别是陈良宇 我们知道后来出了事啊 他主要是挑战 这个胡锦涛 温家宝啊 所以他们 这工情团队非常生气啊 最后一腐败问题 不想拿下了事啊 据说陈良宇 现在已经保外就医了 在上海悠哉悠哉 前不久有个上海的网友告诉我 说是陈良宇过得很舒服啊 比搏起来过得比较舒服 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大啊 因为现在 这个工情团队走 走着示威啊 这个呢 自然而然像陈良宇啊 也就没什么大问题 只不过是再想翻身 恐怕也很难的 那么说这个蒋卓庆呢 说他在这个仕途的 这个起点在2002年 也就那个时候 他离开财政局了 当了这个上海市 杨浦区委副书记 后来当代区长 主政一方了 我们知道上海 那个地方非常了得 你当一个区委书记区长 那就相当于 中国其他城市的一个 这个很大的一个官了啊 说没有东西赶上 这个类似于 这个一些中心城市的 市委一把手了 那么他本人呢 这个童年说是 他在黄菊 陈良宇任务 这个交接的时候 韩正这个义军突起啊 担任了副市长副书记 次年就2003年 韩正当了市长 蒋卓庆选为杨浦区区长 那就说明这个韩正 对他是非常感兴趣啊 非常喜欢他 那当然刚才也讲到了 这个官员 蒋卓庆是左右风源的 这个离外都讨好啊 这些领导们都能够认同他 那么在06年 上海这个社保案案发之后 韩正我们知道啊 他就兼任了 这个代理的上海市委书记了 蒋卓庆就回到市政府任 劳动局的保障局的局长了 那么08年 韩正连省市长 那么蒋卓庆呢 任市政府副书记长 那可见是韩正把他市委地系了啊 那当然了 可能这个蒋卓庆 这个也是方方面面啊 都能照顾到啊 那么08年 那么12年 韩正当了市委书记啊 13年 蒋卓庆带人副市长了 你从通过这里 这里也可以看出啊 中共的官员 这都是这样 这个随上随下都成串的啊 这骨头连着筋的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看来 关系不错啊 那么在担任上海副市长 三年之后 这个16年 说蒋卓庆啊 就被跨省交流了 一般来讲 把跨省交流就准备是重用了啊 看看能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啊 给个大官党啊 那党之前要换个地方 因为总在一个地方 怕别人 这个有一些说三道四的 另外对这个干部的历练呢 这个不合适啊 中共这个组织部门 还是有一些规则 在佣人方面 往往都是让你调同调的 从南调到北 从北 从东调到西啊 或者反过来 这样折腾几个来回啊 看看有些官员的执政能力怎么样啊 所以说这个任职上海副市长三年 没有出什么事的啊 就蒋卓庆 后来就一下子 到了江苏省啊 担任了什么常委 省纪委书记 这是一个大官啊 纪委书记我们说 在一个城市里面 那是真了得啊 之所以选他当这个江苏省纪委书 也是为了 惩治地方的腐败 因为总在地方找人 盘根错节的 互相观观相互啊 很难打破这个 这个内外的一些勾结啊 可能从外边来一个俗话讲 外来的和尚好年经啊 也就用他在这里断了一段时间了 那么啊 当时呢 根据海外的多位网讲 当时啊 在韩正区中央传闻当中 蒋卓庆曾被指挥任上海市市长 也就是那个时候有人都猜测啊 如果说韩正走了以后 有可能蒋卓庆就升上海市长了 但是呢 却这个出乎意料之外啊 把他调到江苏省了 那么现在又时隔三年 忽然间回来了啊 那么通过这个可以看 还是一个是不是有可能 是因为他了解上海情况啊 便于这个协助李强这样的啊 也是外来后啊 能够就说 这个打破这个地方的保护主义啊 能够开辟这个地方的 这个工作的新局面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他是他已经离开了上海三年了 刚才讲到了啊 他是这个离开了上海 整整三年 在江苏省工作 现在又回来了 那么正因为他离开了三年 他还有一个对李强来讲 非常有利的因素 就是什么呢 他和地方势力啊 情况比较熟悉 但是呢 新的关系又是非啊 又淡然了啊 逐渐的淡薄下来了 因为你毕竟离开三年了啊 有些人可能观察走马灯一样 该走的走 该上的上 该下的下 那么可能不至于啊 就是说给这个李强工作造成一些新的纠结 新的阻力啊 这可能是 也是一个原因啊 这用人可能都比较微妙 那么第三个呢 可能性 我认为也有种可能性 这个李强集团队啊 很可能要在上海啊 打老虎 树正气啊 树立自己的威慌 很可能要把反腐的力气呢 指向着韩正啊 因为我们知道韩正在这个上海这个工作期间 干了就数十年了 方方面面都是自己的势力啊 据网络的消息 披露说是他的太太 小姨子啊 家里家族都做生意啊 赚的钱呢 都数以利己啊 也是个大贪官啊 那么之所以习近平当年把他忽然间留在北京 给了副总理当着 也是为了安抚上海地方势力 也是为了这个这个对接啊 这个江泽民 这个一些派系 他们的一些要求啊 所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那么李强要想在上海站住脚 肯定要犯腐败 只有犯腐败抓人抓得越大 自己的权力越厉害啊 一举两得 一方面可以安抚民心 顺义民情啊 另一方面又可以树立威望啊 所以说也说不定正是要把这个蒋卓庆调回来 因为他了解韩正啊 把他调回来 协助自己啊 这个继续深擦 这个韩正的这个问题 经济问题啊 也有一种可能连这个蒋卓庆也不会放过啊 如果有腐败问题 先抓了 然后通过他啊 检举揭法 然后顺腾摸瓜呀 一步一步再把这个韩正勾下来啊 这也很难说啊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我的一个大胆的分析啊 那么最后一种猜测啊 也有一种可能没有我们想这么复杂啊 原本都是风平浪静啊 说不定蒋卓庆是因为这个怀念自己的家乡啊 想高老还乡啊 因为这个蒋卓庆呢已经六十岁啊 那么如果到这个上回到上海工作 担任人大常委这个党组书记啊 那自然而言就可能就在上海就安度满年了 说不定是自己多次写信啊 这个找人啊 拉关系啊 找这个组织部门要求回上海啊 所以上面考虑到他的具体情况啊 也就不如把他从这个江苏调回来啊 到上海工作呀 或许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不管怎么样 总共官场就是这样吧 过一段时间就会新面孔了 每一个在位的人都可能成为腐败分子啊 因为主要是权力过大呀 那么当然呢 我在上书这个评论当中曾经讲到了啊 有几个这个直辖市啊 重点的省啊 这个上海北京重庆啊 广东西藏新疆等 这个党的书记是不接任人大常委主任的啊 这是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好事啊 也是一种分权制衡啊 只不过这种分权呢 是中共党内一个小小的背条啊 其实啊 这个人大常委主任呢 领导就应当是民主党派的担任啊 应当就选一些像我老江这样的非党分子 或者是其他党派的啊 哪怕是几个花瓶党的这个 一些领导干嘛能够接任啊 我认为都对这个中共 这个执政呢 应该是个好事啊 特别是对国家的这个反腐败是个好事 因为权力你过度的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啊 那么由于他本身来讲再加上人品有问题 那肯定这个权力过大和这个个人品质对接 就造成了这个腐败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但愿啊 这个上海能够平稳 但是本人预测呢 上海很可能下一步 当这个李强站住脚色后 一定会强烈的强力的反腐败啊 通过反腐败的这个立威啊 然后呢再进军 这个纵南海啊 因为习近平现在看好的这些第七当中 除了陈敏尔 可能就是李强了 那么当然习近平肯定要想在这个两个任期结束之后 也想继续在舞台上 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啊 那需要他的过去重用的这些嫡系们 都能够啊 这个找到自己的位置啊 并且这些位置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啊 这或许就是一个新的这个官场的动向 那么今天的独老点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啊广大网友的收看啊 特别是感谢那些这个无私奉献的啊 默默的啊 这个赞助这个节目的一些广大的网友啊 那么这个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 再见